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SBS记者Lauren 陈龙 今天是8月27日 星期二 本期SBS新闻快报主要内容包括 联邦政府官宣限制国际学生人数 另一方面 政府宣布计划投资10亿澳元重建塑料回收体系 澳新联合开展扫毒行动 一周缴获毒品净亿澳元 超市巨头Coast在线销售额激增30% 8月27日本周二 联邦政府正式宣布 计划明年将国际学生入学人数限制在27万人 其中公立大学将有14.5万个名额 并且政府将给每个院校分别设定学生限额 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在声明中表示 这一措施旨在确保教育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政府正试图在上个财年抵达人数激增73%之后 控制海外移民流入澳大利亚 这一新规将针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VET两大部门进行分配 而中学生 研究型高等教育学位学生 独立英语课程学生等类别的学生不受此限制 克莱尔指出 拟定的限制意味着明年能够入学的国际学生总数将与去年大致持平 但不同教育机构之间会有所差异 例如 一些规模较大的大学将减少新生的录取人数 而一些规模较小 地区性的教育机构则将拥有更大的空间来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 然而 大学方面强烈反对设立人数上限 认为这将对他们及澳大利亚整体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 政府宣布将投资10亿澳元用于提升回收能力 并与私营行业及各州和领地合作 共同重建澳大利亚的回收体系 预计这一投资将使澳大利亚的回收能力每年额外增加130万吨 并创造约3000个新的工作岗位 目前 政府已经承诺建设约60个塑料回收设施 其中16个已经投入运营 环境部长普利·伯塞克在维多利亚州宣布了三个 针对难以回收塑料的新项目 特别是软塑料 他指出 这些塑料太频繁地被填埋处理 在提升软塑料回收能力的同时 我们还需要减少原生材料的使用 为此 我们正在与业界合作 制定更为严格的包装法律 规定回收成分的比例 并优先考虑包装设计 维多利亚州的这三个新项目预计将回收4.3万吨软塑料 并创造约100个新的工作岗位 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周毒品犯罪打击行动成效显著 共逮捕了1600名涉案人员 并缴获了价值超过9300万澳元的毒品 名为维特里厄斯行动的本次行动于8月19日至23日进行 期间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地共执行了528项搜查令 各级警方都参与了毒品打击行动 并在短短一周内针对有组织犯罪活动提出了高达2900多项指控 警方行动的重点是打击非法药物和有组织犯罪活动 以减少社区内的毒品供应 此前 刑事情报委员会的一份废水报告显示 澳大利亚的人均甲基本炳安 也就是冰毒消费量 在全球30个被调查国家中高居第二 随着连锁超市巨头Coast对其应用程序和网站进行了改进 和个性化设置以改善客户体验 该公司报告称 其在线销售额增长了30% Coast于8月27日宣布 在截至6月30日的53周内 其线上销售额达到了37亿澳元 相比上一财年的28亿澳元有所增长 在线销售额占Coast总销售额的9.4% 高于上一年的7.5% 该公司表示 在过去的一个财年里 Coast努力大幅减少了其线上下单字体业务 Click and Collect的顾客等待时间 并增加了其他几项新的数字功能 感谢收听本期SBS新闻快报 在任何播客平台订阅SBS新闻快报 开启消息提醒 即可随时了解澳洲国内外新闻及社区资讯